受到疫情冲击 很多餐饮业者都关店休息 不过在南投一命业者 他会在中心新村的店面停止营业 弟弟到店里帮忙善后 却发现两颗抽水马达 不翼而飞赶紧报案 这位监视器才知道 原来是他的哥哥在请水电工来的时候 不小心把马达给拆掉了 并不是偷走乌龙一场 警局里头一群人站在电脑前 观看监视器画面 突然间报案的黑衣男子发出惊呼 原来店外的两颗抽水马达 不是被偷窃 南投这名男子在中心新村开餐厅 因为不敌疫情冲击结束营业 日前他请弟弟到店里帮忙善后 结果弟弟发现 店外两颗抽水马达不翼而飞 赶紧报警 警方调院监视器哥哥一看 才发现原来是他请来的水电工 误拆走两颗马达 那天本来我们就是在拆电 把不需要的东西找个地方腾出来 那我一早就联络 水电一早就来拆了那些东西 结果我第一步想要 我就叫水电来把东西载走 所以说搞了一个大污 然后报案人到手 其实他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原警 然后他也认为说 本件真的是实在是误会 然后也对我们派出所也非常的抱歉 疫情之下餐厅业者不得已关门 所幸没再有财务损失 否则真的是孤陋偏逢连夜雨 或不担心 记者曾如晨南投报道